字幕提供 多謝大家再次收聽Radio IK 有心情網上電台與有同行這個節目 今天我們身邊請來的嘉賓就是韋雄 你好 謝謝韋雄 謝謝 請問大家先講一講你今年的工作大計 我去年年尾剛剛出了一張碟 今年都希望可以去內地做一些宣傳 因為其實我入行都兩年 我未真正在內地宣傳過 今年希望可以上到內地做一些宣傳 今年主要發展都是在內地 還是香港和內地都想做 如果兩邊一直做都希望 但我主要的重點都是想專注在內地發展 其實今年都差不多去到一半 那你的目標有沒有欠到一半 或者是再多些 其實今年都已經做得很好了 因為未來年尾之後 再可以有些什麼做呢 做得完呢 那就完美了 其實內地都是快來 將會上去的事 都未開始 所以都未知道 希望會有些好的成績 result 但我最近都在看鄧志偉的演出會 所以都是在看這件事 之後就會專注在我自己的工作 希望香港都會有些事情繼續做 因為我都會做一些幕後的工作 會做一些音樂上的工作 所以希望幕前又繼續做 幕後又繼續兩邊發展 一路可以增值自己 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知道原來你很小時候 已經去了加拿大讀書 然後你家人也是在加拿大那邊 但為何你又會自己一個 走回來香港發展 好笑的 其實 因為我不知為何 就算我不是做醫學 我從小到現在 即是到大學畢業 我都未有一天想過 我會留在那邊 雖然我四歲過去 即是那邊長大 但我一直都覺得 我畢業 應該是要回來香港 我不知為何這樣的想法 可能覺得 那裡只是讀書 可能讀大過我的唐哥哥 全部都回來了 就算沒有進入醫學 我都想回來 小時候已經有一個回流的 對 畢業後 我在這裡學了東西 但我都要回去回歸香港 在香港發展 去發揮我學到的東西 對 但你為何突然又會入行 你又說你不是打算入哪一行 其實由越大 因為以前的家裡 一直是有玩音樂 我從小是有培養 從從學開始 一直都是一個興趣 自從我在大學參加歌唱比賽之後 就開始有這樣的興趣 那邊又開始有多些被表演機會 之後有很多 認識了十幾年的好朋友 全部是早我一兩年回到香港 剛好就是入行 可以做幕後 他們經常都回到我 回來 有事要做 因為我之前是做幕後開始的 接觸到幕後的東西 就開始搭了半隻腳進來 你說你在加拿大那邊已經開始接觸音樂 加拿大那邊的人做音樂 跟香港的差別大不大 我覺得最大分別是教學 因為外國的學校很有空間來培養音樂藝術 那時候我家中學的音樂 program 是很大的 差不多整個學校有幾千人 一半學生都是在音樂 program 我最記得我中學學音樂的時候 就出木童笛 或者是一人聽話巴巴 上課的時候 是會經常有很多活動 或是加入職場 所以我覺得是 會有一個興趣地培養 可能香港就是 可能時間 沒有那麼多樣的機會 因為香港你除了學音樂之外 你還要很多東西要兼顧 如果你說我喜歡音樂的 我都要做中英數 做3CAM牌的功課之後 還要看看有沒有自己補習 那些東西 可能騰到又半個小時 拿木童笛出來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 家人就說 你不要吵 坐著我睡覺 我明天要上班 臭小子 那樣 那個空間就會比 你們在加拿大 接種音樂小 例如打鼓 因為我其實中學是打鼓 香港的地方 沒有可能可以擺到 地方已經沒有 而且一定是吵到 旁邊 所以應該沒有可能 很難很少機會 都好 你被人說服到 你回來香港 就搞音樂 跟你的師兄弟 或者同學 開始搞了 那你有沒有覺得 那個壓力很大 在香港做音樂 其實有的 我一向都覺得 應該是說 困難很大 是 我自己 經常跟自己想 行行都有壓力 只是我現在選了這行 我選了這行 我選了這行 就要面對這行 是的 我都會有些時刻 例如簽了約之後 等年出店 或者我出了第一隻店 我都隔了兩年 才有第二隻店 我中間一段時間 也有想 會怎樣 可能公司有些人事的變動 我也有擔心過 會有些人約我 下個月 哪天吃飯 或者什麼 我會說 不要說下個月 我下星期會發生什麼事 我會有什麼做 我也不知道 有一段時間 我也不知道 將來會怎樣 因為這行 始終在娛樂圈 會有一個 今天 不止明日的感覺 很多時候都是 好天斬萬樂與柴 變成現在這一刻 好像多了工作 收入好像多了一點 那我是否可以 在生活上 多了一點 不行 你又多了一點 你又會覺得 糟了 接下來幾個月 我會有收入呢 我的工作 又會不會好像現在 這樣 有這樣的工作量呢 就是很多時候 擔心這件事 你入行 用到一段時間 你在這段經歷裡面 最難到 偉紅的 糟了 真的想不可以 想不可以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者有什麼問題 都是其實 由第一隻碟 到第二隻碟 中間的兩件 可能是最困難的 我真的有想 我有沒有機會出到 第二隻碟 是因為沒有了方向 還是 啊 完成了 第一隻碟 突然一個人放鬆了 然後 好了 公司跟你說 或者是公司都沒有 過了一段時間 之後 公司好像沒有方向 給你 然後就會開始死了 是否 不會再有機會出碟呢 還是會不會因為 因為我第一隻碟出完之後 那個成績 或者是我的 付出了 到成果的時候 又不是那麼理想 其實是 主要那時候 你這兩年內 是面對著什麼 都是 好像公司不知道 會不會有什麼計劃 嗯 還有當時 人事有些變動 我也不知道之後會怎樣 就是很多 不知道的東西 是 uncertainty 不知道的東西 會擔心 因為其實我的人 是很想知道 會怎樣 很知道會怎樣 我也是一個很心急的人 我一定要知道 接下來我要怎樣 一旦沒有那個 好像一個方向 他人就會很迷失 就會很 很沒有安全感 是 你也是會 我會希望會有一個計劃 有一個計劃 明年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 應該會有計劃 每一步 每一步 例如那時候 我 我回來決定入行 我都 整個三年才簽不到 我那時候 也有想到 我給自己 可能三年時間 但我那三年 我會做一件事 每一想一件事 我都會希望 向我方向去做 我不會給自己 有 別的東西 其他 不如試試這件事 對 我覺得 如果你做一件事 一身成功 你要專注 整個擺上去 如果你有時給自己一個 如果我不做這件事 我可以做一件事 那你的心已經 專心了 你會在心裏 你會在心裏 我如果不成功 我都可以這樣 那你做這件事 就不會百分之一 做完 可能會有一點 保留 我做七成 如果不可以做八成 對 這兩年時間 你是怎樣去打法 這兩年來 你怎樣去面對迷失 或者沒有了方向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找朋友 幸好之前說 有很多朋友在醫行 他們對我很有信心 他們會一直打琴琴琴 你搶得 你會令到我自己 有這個火 有這個信心 對自己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連自己也不相信 你很難做什麼 最重要是相信自己 那時候 我繼續做 繼續等 我有做幕後 退回做幕後的事情 那時候 跟我好朋友 莊東欽 我們一起做很多幕後的事情 那兩年 希望可以增值自己 我也有幫助 自己唱片公司 有做幕後製作上的事情 也有幫忙 心中那段火 的堅持是很重要 有一點點動員的時間 如果身邊有些明白你 或者跟你同行的朋友 可以幫你加點柴 幫你吹大一點 旺的火 你說你身邊有很多朋友 在這一行 可以幫到你 那你家人 他們全部都是在加拿大 你們是在加拿大 你們是在加拿大 哥哥都是在香港 哥哥在香港 他也是做 音樂的 也是在這行 他做幕後 那你很多時候 可以跟他聊天 或者他都可以幫你 給你一些意見 一定會 一定會 這是我和哥哥最靠近的 令我們聯繫的事情 幸好就是我們有這個聯繫 大家也是明白 其實除了同行的朋友 明白 家人 他明白 也是很重要 其實父母一直都不在你身邊 看著你 他們會不會覺得 偉紅 在那兩年內 在等第一碟和第二碟中間 這兩年時間 會不會說 兒子 你這麼辛苦 你不如回去加拿大 和你媽媽一起住 我們照顧你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沒有 因為當時 畢業後 他就知道我想入行 他們都說 你是否真的想 如果是 你就要專心去做 我入行之後 他們都是非常支持的 他們每次 可能都會幾個月回來一次 探討我們 就算他們 要遠控制 在加拿大 都會經常打電話回來 會一直 近方點 他們會 上網 會每天更新 會看我的資料 我會有什麼更新 他會看到 你最近做了什麼 就是爸爸媽媽也檢查 剛才用你的微博 你今天又這樣 今天又這樣 拍多好 加油 繼續努力 有時他會 跟著我的 Fan Club的資料 有時會問 你會做什麼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將會 反而像爸爸媽媽 是追星族 追回自己 對 會更新 人面對困難 或是有一個迷失方向 不知如何 沒有了安全感 身邊的朋友 了解 明白你 你可以和他聊天 最重要是 身邊的家人 可能是 哥哥 或是不在身邊 遠一點的 約會媽媽 他們的了解 和支持 是很重要的 這樣 全都是在胃紅身上 可以看得到 你除了和朋友聊天 好像你都說 有些不是同行的朋友 都可以幫到你減壓 會的 有些 我覺得始終 由小到現在 大學 我覺得最好 談 最close 因為我中學時 看到一些同學 對 因為你是一個 大家沒有任何利益衝突的時間 認識的朋友 認識於微視的朋友 那個關係 是建立得最深厚 和最純潔的 到你出來做事之後 你有些什麼 可能不是同行 例如說 我當你是20年前的同行 到你出來的時候 見到 不需要有太多話題 大家見到 心裡就會定 這個是真的朋友 出到來見到 很舒服 是真的和你進行後 見到一些 喂 怎樣啊 吃飯了 記得叫我 叫我 但永遠都不會 不會打給你 或者你又不會打給他 真的約出來吃飯 但你是 適於微視的 讀書的朋友 你真的一個電話 喂 今晚吃飯 本來明明真的沒有空 都說 沒問題 吃飯 就會出來 對 然後見到面的時候 可能 不會太著重 是說 太多自己的事 或者不會說 我這晚這麼 這樣 大家可能坐著 風花雪 嘻嘻一晚 本來有幾不開心的事 都已經馬上丟下了 人就會鬆開 回到家裡 有個好分 然後第二天 又要再報告 做事 寫音樂 就算約了舊同學 說回以前的事 都可以說 對 當年 這樣笑 因為當時你小時候做的事 是最純真 最真 最自由的事 對 但是 你在加拿大讀書 他們那些朋友 都 很幸運 我最親密的朋友 大部分都回到香港工作 所以很幸運 回到來都是找到他們 好 我和你今天 聊了很多 由你 入行前 你去加拿大 開始接觸音樂 到回到香港 真是被你身邊的朋友 所以到你真是搭了 背腳 到現在全身 投入了 做音樂的工作 其實 你入行之後 有沒有告訴自己 我偉雄 我要在這一行 我一定要做到 哪一邊的位置 要爬到哪一個位置 或者做到什麼成績 足夠了 我可以完造這一行 我真的脫離了 有沒有這些目標 我沒有想太遠 但我也有想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太多都是音樂 我自己的音樂 我真的想不到自己 如果不是做音樂 會做哪一行 你都會視音樂 是一個 終身之二 是 就算不是音樂 都是 醫行 related 就算不是幕前 是幕後 但是 我不會想 幕後會是 寫歌 還是 填詞 或者是 成歌 製作 我會想 創作 都會希望 很創作 怎樣都好 總之都是要圍住 有音樂 我就可以了 有音樂 就有位置 我沒有想 我真的沒有想 去到哪個位置 我真的希望 我會 歌曲可以 幫到人 觸碰到人 希望 有一天 有很多人會走過來 可能不開心的時間 你的歌 陪著我 這是我記得 第一集 和周智陽聊天的時候 他都會說 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會聽音樂 到別人不開心的時候 我都希望自己的音樂 是可以幫到人 對 音樂其實 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 國際語言 就是 你沒有需要 明白 可能有時候 有些法文歌 特文歌 你不知道 唱什麼 是他的意思 但是 很有趣的 你會感覺到音樂 這一段 這首歌 是很不開心的 或者 這一段音樂 是很開心的 是 你會真的 每一個音符 都可以分享到自己 那個感覺 會被人聽到 我也希望有一天 偉紅的音樂 可以去到全世界都聽到 是一個 成為香港的光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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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